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杏志勃勃的跑来跟我聊他的车 同时也聊到了车圈的话题 他对于车圈生态很不熟悉 所以我特地做了个影片给他 还有所有刚签车的车友们 让你们了解了解现在大致上的车圈生态 第一种也是最普通的 我们统称他们叫车神 这种人通常骑车骑快无比 在我们这些普通人在天冷骑到14分就暗暗自喜的时候 这些人通常在烦恼怎么跑进12分或11分半 只要车子一动就是海放 你可能会觉得他们这样很危险 但是你又说不上他们哪里骑的不对 这种人值得深交啊 跟着这些人你可以学到很多 第二种我们叫他屁骸 很可怕的是这种人占车圈中极大比例 常有的行为包括无照驾驶 然后还要丢上来逼炫耀法单 看到追焦手就会越跑越嗨越跑越嗨越跑越嗨 跑山跨线吃对象 玩中捡线等等都是家常便饭 而且这种人无法叫化 当被放到靠北车友或者靠北车圈大小市等等的社团公审时 有极大的几率都是死不认错 硬要瞎掰找其他人麻烦 或者tag召唤一堆歧视团来护航 大致上的回应无非就是 很会骑就签出来哈 谢谢Po文者这么关心我啦 不要当个匿名的Sla有种出来讲啦 等等的话语 由于脸皮比水泥墙还厚 道个歉对他们来说 比A片网站留言区开始比赞还要不可能发声 在他们的字典里没有道歉两个字 也不可能会去检讨自己的问题 由于不知改进 通常这些人的下场 差不多都是躺在山路的水沟里 刚上山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些人肉飞弹 第三种女神 通常在这种性别比例悬殊的圈子 女性车友会受到特别多的关注 也是非常正常的 女神这种称呼其实在车圈并不少见 基本上成为女神的步骤非常简单 1.你有车 2.你会跑山 3.你是女的 诶恭喜 你已经成功的转直成为车圈的 女神了 咳咳 我说正经的 车圈内的女生的确算是稀有五种 我们可以再把这个种族继续细分为两种 一种我们叫它臭婊子 不可否认的确是会有一些女生打着爱玩车的名号 实际上是进来签子内骗车骗钱骗追踪的 因为这样会让他们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产生了一种我很有行情的错觉 男车友们要特别注意这种臭婊子 当然也有比较好的 这种我会称呼他们叫女车友 通常这种人没有什么想要红的意思 但是无奈性别实在悬殊 就是会受到一些特别的眼光看待 他们通常只想静静的玩车 并没有想要惹是生非 无奈 他们可能就是某些器官太显眼了 就是会特别的人红是非多 诚如刚刚提到的 由于圈子内性别比例实在太过悬殊 某些金虫充脑的男车友 就会开始无所不用其极的 想要去骗女车友尿尿的地方 这种行为其实在任何圈子里都会有 只是在车圈特别常见 这些人惯用的伎俩差不多都是 死缠烂打的约女车友夜跑 女车友po文就一定要在下面留言 加一加一 平时根本见不太到她 但是只要有女生绝对会出现 更甚者会去纠缠其他车友的女朋友 这种案例实在太多太多了 鬼爪在这边讲个小故事 这些故事的真实性我不想去考究 就当成一个茶余饭后的笑话听听就好 简单来说就是这位车友是圈内出了名的知男 曾借着去女车友家里帮忙的名义 唐氏强暴女车友 甚至拉着女车友的手去摸她的 咳咳咳 最可悲的是 事后还被女方耻笑 嗯 非常是 所以鬼爪也要在这边提醒我们的女车友们 记得碰到这些人要特别小心啊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 你觉得你身边的车友是哪一种人呢 赶快在粉丝专页下面tag他们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别忘了按个订阅 你们的支持和鼓励就是我制作影片的最大动力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